慧琳 我們注意到一些事情 今天的立法院還真熱鬧 本來以為可以拚命的 抗承下去 搞什麼沒有 沒兩下子 居然這李靖偶就這樣子過關了 現在看起來國民黨沒力 真的沒力 李靖偶現在當了中選會主委之後 你看到時候怎麼在2020 玩死你國民黨 但國民黨裡面現在 自己的整個攻鬥戲當中 我們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要變成全民調了 看來對韓國瑜好像開了個路 開了個門出來了 可是這個時候的韓國瑜 已經是遍體淋傷了吧 沒有錯 除了這個我覺得 因為有各式各樣的 包括郭台銘出來以後 已經開始受到這種氛圍 就是說既然有一個 可以贏過其他的候選人 包括柯文哲在內的 可以贏過其他人 你就乖乖待在高雄就好了 你就幫我們守住高雄就好了 你就不需要再出來 重點是我講過了 我說郭台銘 郭董 很有霸氣 很有魄力 某種方面來講 是很優秀的候選人 但是 但是他畢竟是一個政治素人 很多時候他是沒有經過 政治歷練的 如果把一連串的東西 包括他紅海在大陸的投資 我們不是說投資是罪惡 也不是說不能辯護 只是說很多東西拿出來的時候 你郭台銘 郭董自己挺不挺得住 會不會人家拿一個陳維廷 來丟了你的鞋子以後 你郭董就開始發飆了 這是很容易操作的 民進黨最會玩這種 下次去激怒上市的事情 所以你再看到國民黨 在立法院裡面表現 我們就心裡就真的覺得很涼 我其實昨天講的時候 我心裡也很痛 為什麼國民黨上來 就被貼上一個什麼標籤 內鬥內行 外鬥外行 就是說在操作要修理 自己投資的時候 非常的能幹 為什麼會沒有戰力 我不是講過了嗎 當你為黨犧牲奉獻往前衝 遍體淋傷 浴血奮戰的時候 黨在後面投你一刀 他說你好髒 你怎麼去衝 這樣對黨的形象不利 我們黨的形象就是要 溫良攻減讓 所以誰會去衝 誰那麼傻 真的衝出戰功來要分封 要像民進黨這樣 我不是說民進黨很對 我的意思只是說 民進黨的風格是怎麼樣 誰衝鋒獻證 我就給你獎賞 本來就是這樣子 戰士一定要這樣子 才會有戰力 可是國民黨不然 國民黨是我們大家都乖乖的 都好寶寶 大家知不知道 2016年國民黨怎麼輸的 我告訴你 仿間的聲音是什麼 仿間的聲音就是 反正你國民黨給你多數 有用嗎 有用嗎 在立法院裡面 還不是給少數 為所欲為 予取予求 好 那少數了 少數了以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國民黨立委 你要展現出你的戰力 你要表現出為老百姓 浴血奮戰的那種拼搏的精神 大家才會有那個動力 你知道藍軍的選民是很挑剔的 藍軍的選民跟綠軍的選民不一樣 綠軍的選民是 八道逼逼要投給阿扁 這個口袋空空 也要去投給空心菜 但是藍軍的選民不是 藍軍的選民是 你只要有一點讓我氣泡被送 我不投票 我不想投票 我看你沒有戰力 我看你沒有拚命 對不起 我不想投票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如果再不能改變這種給人 但沒改變 今天底居友就這樣子 沒有戰力 沒有戰力 而且我跟大家講 前一任的中選會已經是 主委已經是無黨籍了 尚且偏頗的不得了 以和養綠公投 我親自親身站在外面 要遞劍就是可以給你不收劍 今天二次的 要黃世修他們繼續 在搞這個公投的事情 中選會還是照樣偏頗 他用所有的程序來卡你的關 我試問 如果連公投都這樣幹的時候 請問大選會怎麼樣 所以為什麼無論如何 都要讓李靖勇 去接這個中選會主委 我跟你講 藍軍沒有時間在內鬥了 你剩下的蛋都不會糊 你已經不知道 人家要使出什麼手段了 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 在自相殘殺 除非真的是想讓民進黨 繼續執政下去 那就繼續鬥下去 但強強怪 我們注意到 韓國瑜在之前的時候 曾經有總統府的人說 她是喝醉酒的偷包 但這麼一說她是偷包的時候 可不得了 可是現在這個時候 卻注意到韓國瑜在訪美的時候 居然自己人在說 她是喝醉酒的偷包 看來這真的讓人感到心寒 這是可能為了一個刑定 可以塞二十分鐘的路 塞點多少錢 現在台議論中 我們就跟他拚了 你是不是喝醉酒水 怎樣就怎樣 其實這些人 要跟你說老實話 會說這些話的人 當中是因為你 你不理在那裡 反對他反對 如果要跟你說得難聽 你連水準就沒有了 如果要跟你說得難聽 就是這樣 一個人在出氣的時候 我們不管什麼動 只要一個人在出氣的時候 我們要看 看這個人的平行 他的敵行 這個出氣的時候 這個人在出氣的時候 可以 我們要把栽培 栽培一個人 是栽培整個國家的形 優形 就像我們在地園 一個家庭 我們看到我們的孩子 是在某種方便的天材 我們要把它塑造 我們今天不是台灣的政局 不是台灣的政局 就是一米在那裡 健康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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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台灣的政局 我這樣說 你今天民進黨跟國民黨 閉起來 這兩個黨閉起來 國民黨是完全 我告訴你 人家看上不去的國民黨 我現在在電視台公開這樣說 台灣看上不去的 一般大多數看上不去的就是國民黨 現在來 因為民進黨全埔執政 這個你怎麼搞的 你國民黨 為了那麼大黨 才讓民進黨打在土 打到萬靈 不靈交生 好 民進黨有辦法幫你打下去 打死 所以民進黨 闊起之後 他是說正經的 他是脫離到人民 外國貪污太多 太多 人民比較把他投去 其實這就是台灣的不幸 台灣的一個不幸 我今天在這個地方 要很大聲 幫你國民黨的服務 你會記得 當時四年前 柯文哲的脫棋 你們應該就要有一個驚訝 為什麼柯文哲 他不是非難非力 他是一個中間 這樣有法度 在台北首都拿到這個指定 你們的孫子 你怎麼又沒覺醒 你們完全沒覺醒 沒覺醒的時候 這個天上天 開始一遍一遍 幫你們做給你們看 幫你們告分 告分給你們看 告分到民進黨過去 他們那個囂張 更多給你國民黨的機會 你今天一局的旗 好的旗 把它搬到輸去 如果你搬就搬不贏 你把好的一局旗 把它搬到輸去 全台灣我經常跟人家說 你自己現在在電視機的面前 你看電視的人 你自己有夢想說話 在我們這塊台灣島 這100年 你如果你看過一個市長選機 你會說黨選市長 他可以盯到全台灣的 民民的愛財 這個結讀又沒有貼 也剛才一個韓國瑜而已 也剛才這個韓國瑜而已 這個韓國瑜目前送最怕 民進黨最怕 因為民進黨的開機 是要擁有這個港山 你們這些國民黨有看嗎 民進黨一波一波選機 你們是用錢 國民黨過去都用錢 賬都不要騙賬 台灣那位你們怎麼不記得 選機不一定有用錢賣就有 說你們東口湯 國口 國口湯 內口 你們怎麼不記得 所以你們這些國民黨 選機是錢 民進黨不是 民進黨目標 看你們這樣債大 粗大 這樣把你拚工山拚起來 拚起來就知道你國民黨 死亡在哪裡 東山 收掉 把它收掉 他沒錢就死亡 沒錢就死亡 對不對 上天拚到台灣 所以這波不知道有韓國的 人民對這兩黨的無省 看到這個真真正的拖包 你說的拖包韓國的 台灣人是現在在拚韓國的 你國民黨看到沒有 你看到最小的沒有 不是你國民黨的 是人民力量 拚這個拚地區的 你說拚地區 什麼叫拚地區 就是韓國的 像韓國這樣拚地區的人 國民黨你再想想一下 我有時間再說給你聽 Lina 我們看到昨天 韓國瑜在早上的時候 發表聲明完 一整天的行程非常的忙 昨天晚上還到了大林埔的工廠 跟工人一起夜宿 不過今天早上 你跟著韓國瑜 有到廟裡面去參拜 你究竟觀察的結果 韓國瑜在講完那五點聲明之後 他的壓力是不是很大 我倒是覺得市長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其實看起來是還滿輕鬆自在的 感覺上我覺得他就是認為 就是說現在唯一能做的事 就是把市政處理好 所以其實昨天晚上那一場 到大林埔去跟民眾的互動 那個是我的選區 所以我其實感受滿深的 他到那個現場的時候 外面有一群人是抗議空氣污染的 裡面那群人是要大林埔千春的 所以兩個不同類型的 這個部分的對談 我說我的感受好了 我們在地是很怕的 很熱的 在講話的時候 不鬆快就是三日間就是吵出來 很直接的 很直接 所以昨天晚上我稍微有點嚇到了 因為竟然有人喊說叫他選總統 然後現場的氣氛 不是三字經出來 是叫他選總統 就是一個我不知道 這個情況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我人叫他選總統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對於千春的整個狀況 大家用很理性的溝通 告訴他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市長也很認真跟大家做報告就是說 現在行政院裡面 給我們的條件是什麼 我們的進度怎麼樣 我們應該怎麼做 市長這個對於整個市政了解的程度 其實是很親密 譬如說昨天晚上有一個就是千春 明明都在那個犯有以來 但是有一個人不敢撐到 當時在陳菊任內 我告訴副市長史澤說 你哪有可能千春 有一個林你不把他牽走 他硬是不把他劃進那個千春範圍內 這是有可能的嗎 到時候整個村子都搬走了 竟然有一個林還在工業區裡面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但是前朝不願意做 昨天我就告訴市長 市長說我們不可能留一個林 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設法把他們牽走 你看兩個不同的執政者的觀念 竟然落差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說 他發布了那五點以後 他很清楚 很明白的知道 其實他如果說要讓高雄更好 他明明心裡面知道就是說 台灣沒變 高雄要變更好 事實上是不可能 但那五點對他來說 沒有造成壓力嗎 我覺得他是一個 就是等於是放下了 因為他已經知道 他自己的狀態在哪裡 如果中央沒有特別的 想覺得就是說 韓國瑜是那個對的人 是應該要出來選的那個人的話 就會變成就是說 黨內的制度 照著現在的制度走 勢必韓國瑜是沒有辦法去參加 參加黨內初選的 他如果去參加黨內初選 那高雄人可能真的就要罵他 是不是 高雄人說 你高雄市前沒做好事 你剛走去選議 你對高雄市民要怎麼交代 對不對 高雄市民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如果這件事情 是由中央主動發動 那就是不一樣 因為他是屬於被動的狀態 只有在這種狀態底下 他才有可能有機會 踏上這條路 他是一個矛盾的心情 就是說中央的部分他明明知道 如果有哪一些事情改變 對整體台灣的進步 是有幫忙的 對高雄也一定是有幫助的 今天我們都知道 中常會開完了 中常會所做的結論 我覺得對現在 所有的候選人來講 其實也是一個 就是公平的一個方式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就是黨內直接就是 把它納入民調的部分 你不用說你要不要選 你就是那個有機會的 你是強的人 我就把你納到民調裡面 直接就納到民調裡面 時間點就定在 高雄市議會開完之後 高雄市議會開完之後 這個都不是 我說真的 不能說他是為韓國瑜量身定做 但是他是排除所有的候選人 各個人的難度 譬如說郭台銘 有郭台銘的難度 他四個月的這個部分 他怎麼去處理 黨也應該要幫他找一個方式 讓他有機會進入民調的範圍內 怎麼樣可以進入民調的 這個平台上面 韓國瑜也一樣 你今天不可能就是說 第一名第二名最好的 結果你都不讓他進入民調 不可能 所以今天黨做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我覺得是一個最好的安排 有任何好喜好 Frage 我們知道 我們有什麼好 我們有什麼好